哈喽 大家好 我是最终美国税务的美国房产经纪彬彬 是的 我是最终美国房产的美国税务师小胖 是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来又来了外景 对对对 我们后面都是工地 为什么来外景呢 是因为 我不是刚做完一个院子吗 我的院子设计的还不错 对吧 但是还是有坑 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也是我参与设计的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设计的是我很满意的 包括一些Payver做的 我觉得OK了 就是我不说什么了 但是最后呢 做电的部分是非常让我不满意的 还有哪里 就是电 电和还有就是下水OK了 就是反正能用 因为前两天下雨嘛 我觉得也OK 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我没必要的坑就是电路 是整个 大家知道是整个院子的电路 对 因为我觉得我做了一些research 我是research能力非常强的人 就是我做了一些research 我觉得他们的tech的工艺还没有我做research要强大 所以我有点不满意 最后其实我是很直接的跟我做院子的人说了 我说我觉得你做电路不是专业的 我觉得不好 到最后就是还剩了一些尾款 你知道我都没给他结 我说你必须把院子帮我做好 但是到了最后 我也就睁着眼闭着眼了 所以每家人的装修 不管是装户 户内还是户外的都会有一些这样求生的毛病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是约了一个做院子做了很多年的朋友 我们来实地来拍摄他做院子的过程 然后希望他能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 对 还有当时我为什么没找他 就是当时那一阵我怕我自己的新冠 因为我特别难受嘛 我就没见人 我之前见了那个做院子的 我就让他帮我去做了 所以呢 当做完了我就真的是有点后悔 然后我前两天就联系到我这个专业做院子做了很多年 包括我们的客户有一些也都是他做的 所以我就联系他 我说能不能让我去拍一拍你的工地 你帮我们的客人来讲一讲院子 所以今天还是我们不拍房子 我们讲一讲怎么做院子 然后怎么怎么避坑 没错 那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跟着你 你带我们一块去参观一下 然后去采访一下 然后看一看这些细节怎么做 那好吧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拍的这个工地现场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今天非常丰富的 专门做院子的Snow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就是Snow Snow是附近庭院的manager 然后在这边的话 我今天来做监工 然后也给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些什么 对 好的 然后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工地是多大的院子 这个backyard还是 那边是不是backyard 对那是frontyard 一共有多大 一共是8700多 8000多起的院子 那很大的院子 后院是多大 后院大约能有3200左右 三下 对 所以我们这些都准备做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那边挖了一个好像一个洞中间 这边可能要直接紧 还是 basic thing 它的东西相对比较丰富 全方院的东西比较丰富 那么第一个最主要的我们看这边就是泳池 咱们看一下我们后庭院整个这套设计里面的后庭院的核心部分就是泳池 对 这个泳池咱们咱们看一下 step step down 然后呢 一步一步走下来 从前入身 对 然后呢里面的配置我先不介绍了 我先介绍一下现在 为什么很多的业主呢 就是需要一个泳池 因为咱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业主在疫情的情况下不能出去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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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家里面呢 还有baby 那么可能孩子需要一个游乐场 需要玩地方 学校又不开 那么大家非常非常需要一个泳池在庭院里面 没错 我们的客户今天都有反映说 今年买房子的都要在后院挖一个长的泳池 而且那小泳池已经满足不了客户了 是的 都要大的长的 最好是能游乐的那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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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泳池特别受欢迎 然后这个业主我觉得很明智 就直接在整体设计规划里面 set up了一个泳池 对 现在非常popular 那我们现在如果做一个25尺 30尺的泳池的话 大概的非泳池的泳池分两种 就basic的泳池分两种 第一种是就是regular的 或是传统式的 第二种的设计baby to cool 如果如果不用不做什么就是fancy的design 就是regular像您说的那种 basic的话 大约普通的泳池在8万5左右 8万5左右 那么如果是fancy一点 或者是说infinish的pool应该在11万到12万 那infinity pool是用中文怎么表达的 无边泳池 就最帅的那个 哦 特别适合这个房子 它有景 如果把那边 如果hoy允许的话 或者把一种去做包的话 可以等于是那种无边 没看到几个 对 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它的无边的还有另一个含义 就是说 它的水啊 就是现在技术层面 技术层面 对 它的水呢 会流过来有一个外槽 这外槽呢 还有一个 回去了之后 流回到tank里面 它就再回到 再回到 一个循环 对 有个循环 所以说的水呢 水位可以放到跟地平线是一样的 哦 但是我们这个有时没有设计啊 不是我讲的是你finity pool的部分 那么下面之后 这个水是应该在这一平的 所以你走过来的时候 你一推开你的加州房 你感觉哇 整个一片都是水 对 都是水 没有编 因为编就是被水覆盖 对 特别 那我理解有编 特别有 ok 画面感很强啊 哎 那我们有很多客户 就像一些老房的话 会发生一些这个树根 会长到这个泳石的这个防水层 翻透这个 那我们现在新的工艺 有没有什么工艺能够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工艺可能跟十几年前的工艺 清防水层层 然后呢外水泥防水层层 而现在的防水层层是不一样的 您看一下现在的基础结构是这个样子的 infinity pool跟它基础结构是一样的 它会在最后全部做完之后 在表面做一个大约两寸厚的一个水泥 但这层水泥呢 这层水泥跟传统的水泥是不一样的 它的性质呢是 就是虚水它一定要有水泡着它 对 然后呢才不会干裂 对 然后呢表面的像篮球的表皮一样 ok 对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吃麻辣烫您吃会吧 对对对 就像一个碗里面泡了一个塑料袋 就那个塑料袋 对对对 两寸厚 对对对 如果是说树根呢酸过了的话 我们现在只要补那一层就ok了 对对对很方便 对很方便 对对对对对对 哎我刚刚我刚看到这个地上有一根铜线 这个铜线是干嘛 很长啊 而围绕泳池一圈 对对对这一定要的这个这个这条铜线呢 呃一定要 要这个泳池一圈啊 你观察非常仔细啊 非常仔细 看见专业人士啊 我第一次看见所以我觉得是 这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对对你看一下哈 这条铜线呢 呃一条铜线 无耻 就是离那个我们的泳池啊 你用泳池要有五尺对五尺的 space的我们的这个格子特别密 他要求要18 inch 之内的square 一个格子 这样的话呢把这个铜线绑在上面 它的导电性特别好 ok 万一什么事情都有万一啊 短路了 就是泳池设备短路了 泳池设备短路了 或者有外体电 比如说上面有 电呢或者什么电 一下掉到水里啊 万一水里边有人怎么办 他就瞬间把这个电 跑走 啊等于这是个地线 对这是个地线 然后安全 对非常非常重要这个东西 所以一定要塞大 哎受教今天需要新东西 没有没有没有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嗯对对对 再加上呢我们的这个格子呢打这么密呢 原因是加州会经常出现一些小的地震 大门就不会有的 虽然小的地震他地会动 哦 那么就保证这一块水泥的硬化部分是跟着泳池一起动的 他不会在中间锻炼 哎 哎我们之前看过其他家客户做院子的时候好像不是所有人都打都需要一个钢筋的还是说现在都要还是不是啊怎么说呢这样说可能会啊触动其他的一些同行的力啊但是我们做的话呢就是一定要用钢筋啊为什么呢因为钢筋呢像我们的三就是啊3A的就是83号3号的钢筋就一定要这个这个号的钢筋或者是动粗的钢筋 这样的话呢可以保证他的使用寿命啊哦地不容易裂对地不容易裂开OK水泥呢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裂的一个电筑材料对他一定要跟钢筋配合水泥的作用是就是就是就是让你的压程压在上面嗯他不会碎钢筋呢是承受横向的力如果你把就是如果这个钢筋换成换成更脆的东西比如说很多人会用小的气培网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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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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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BBQ 室外烧烤炒台 然后之后做成的材质是非常棒的 就是我们在设计里面精挑细学 用天然大理石 还有一个闭口 讲闭口很多的 诶 四十点来了 闭口很多的业主能说我要漂亮 那么我就想用人造的大理石台面 但可以吗 可以 但不适合我们加州 加州不能用人造大理石是为什么的 什么原因呢 在室内可以用 室内可以用 我们家就是用室内的人造的 室外的部分 最好不要使用人造的大理石 因为人造的大理石在曝晒和高温的情况下很容易发光 并且变形 还会变形 你会从前发现一个调或者是一个凹进去 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如果是我的话 我建议要做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出来 很好的东西可以用长久的 但还是要用天然的大理石材 质量低 价格会稍微贵一些 但只是在食材成本上面 通常我们做一个户外 特别是 我发现我有一个困扰 就是我去做找一个户外的灶台的时候 找不到像中国人那种灶 都是老外用的那种BBQ 就是说这个你有地方去找 就是说那个中国灶台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是小意思 对对对 那通常做一个这样的灶在外面炒菜 这种灶 一个这个size大概是多少钱 像我们这个普通的Regular这种 是就是大约7800到182之间 那不会那不会 对对对 那如果是说呢 但是设备呢 可能要业主去选 业主自选设备 那设备的价格呢 就是可能说从4000左右 367啊 一直到几万 甚至几十万美金的都有 所以施工材料是一万多块钱 然后设备是单独再拎算 对对 有时候我们的施工材料 其实大家觉得 哇可能加工有点高 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所有的从主主线管 拉进来的电线 煤气管线 水线 普通的水线和污水管线 好多的东西 那可能大家看到了我们的隐蔽工厂 就觉得哇 你们做的还是比较值得的 那么很多的做工程的呢 他可能不会考虑到 我要又从主线来接 那么为什么我刚才提到 又要从主线来接 因为假如说你要是在室内和室外 同时做烧烤 或是同时取暖的情况下 它的瓦斯的流量 它就供不了了 它就供不了了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再加上咱们知道天然气 如果天稍微有一些冷 它就会影响它的流速 所以我们都会从主线管把所有的东西接进来 这个非常专业 对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一般人不会想到的 一样不会想到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是一个水墙吗 还是一个水墙 一个水墙水系 我们还没有把那个墙做起来 对还没有做起来 先看一下施工的题材 为什么我们会用橘黄色的 或者把这个盖起来 很多的工程它不会做到这么细致 为什么要做起来 如果有小孩子或者是工人 对 钢筋就相当于向上的一把刀子 这个非常的锋利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会全把它给做起来 那好 这个院子8000多尺的院子 施工地我们已经看完了 你有没有在附近有一个已经做完了的 能给我们看一看的 就是你的作品艺术作品 没问题 对对对 我们的project相对比较多一些 这个区域里面有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个我是个人最喜欢的 因为很多都是我的设计元素 好的好 那我们走 刚才我们从Snow的工地出来了 因为刚才我在给大家拍 我的感受是说 其实在做花园中 你看着很贵 其实很多钱是花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的 没错 你觉得对吗 买图里了吗 对对对对 包括刚刚我们视频里所呈现那些 铜管啊 都是我第一次听说 钢筋水泥啊 铜管啊 对对对对对 而且他做那种小格子做的很小 我觉得呢 他说的是对的 就是比如说 在是有原因的 就是在泳池旁边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整个水泥要怎么怎么样 paper的部分要怎么怎么样 然后硬质软质是分不同的区别的 而且我还学到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大理石 就是我们因为我家就用的人造的 在外面 我没想到说就是要用天然的 那明年再看一看吧 对对对 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就是一栋豪宅 对 那这也是Snow来完工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也跟这个豪宅的主人打过招呼 所以我们是可以拍的 是他授权我们可以拍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等一等Snow 等Snow到了呢 我们再跟他一起看一看他的杰作 然后问一问 做成这个样子要花多少钱 然后风景怎么样 然后看一看之前Snow说的一些细节 在呈现中是怎么样呈现的 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好的 到了 我们去看 Hello Snow Hello 又见面了 这个就是你的杰作吗 不要讲 对对对 是我的非常喜欢的一个 艺术作品 非常喜欢的一个院子 我操刀的 的确是方材 这几棵树都很气派 对 这个是POM 我从那个正本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呢 映入眼帘的最有气派的东西 是一个棕榈树 大家可能都不太不太了解 棕榈树分公模 对 这个呢 咱们所看到的全是工的 工的长得特别快 刚刚说到树了 我有个问题就是 我喜欢那种像那个 有个菠萝头那种 对 那个也是这个品种吗 这个它叫Phoenix 就是是两种最popular的 最受欢迎的棕榈树之一 这是其中之一 你问的就是另外一个 那个树的价格呢 高很多 像我们平均像这样一棵树 大约八千左右吧 八千到一万 那那种呢 那种要 大约就是比如说 同样size 同样size 不算种植一尺一千四 一尺一千四 一千四 高度吗 就是每 对高度比如说这么高 一千四 一般情况下是18尺是标准 那么咱们再加上种植费用 可以想象一下 小三万吧一颗 那我还是不喜欢它 哈哈哈哈哈哈 对咱们这个水准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材质 这个 整体设计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嘛 来看一下材质 这个呢 这个材质呢 大家看一下 BOOPS的AGGREGATE 它的做工呢 就是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的做工 就是用彩色水泥打底 小石子放在上面 然后压平 酸再打一遍 盖下水箱打掉 然后再磨光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它的可能脚踩上面会很舒服 这个呢 它的材质是 就是整个这个设计里面主要的硬化材质 叫Posling Pever 烧砖 是烧出来的 不是天然食材 但是呢 它的耐久性抗膜 然后抗压都非常的好 是吧 美国的现在的 美式现代的庭院设计 这个最主要的材质 像它的样板间 TP的样板间 基本都是这种材质 对 好 这是一个小侧院 对 小侧院 我们从那边正好走进来 这是水洗水泥 水洗水泥 然后呢 就是用酸洗到表面 然后 比较特别的一个工艺吧 然后这边走过来之后呢 在这儿 大家看到还是同样的材质 对 同样的这个材质 之后比如说 叶主可能喜欢它画呢 会摆一些 室外的藤椅啊 这种感觉特别好的 晚上的时候 这样一个小高尔夫球 这个练习场大概造价是多少的 如果单独算的话 嗯 这个的话如果 当然 就是 跟普通的物品销售是一样的 它如果面积越大 可能价格相对更便宜一些 相对比较小的话 一尺大约十二到十五 一尺十二到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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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这样 那我看这边没有看到有那个下水口吗 有下水吗 有下水 有啊 有就好 如果没有下水的话呢 如果碰到雨季 家里会有雨季嘛 然后水会从里面浸出来 浸出来 甚至会把整个鼓起来 有很多的业主有过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做的话呢 会做暗口 暗口 对就是在下面 但是虽然看不到 但是如果水有水特别多的话 就顺着那边就下去了 因为下面是有军 所以说 美国做院子 钱都花到看不到地方去了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再往前走 这是一座水墙 对对对 跟刚才那个 我们看一个工地很像 很类似 就是它的这个客厅 然后对着一个水墙 对对对对对 效果就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个客厅也是 就是很多的 他有很多的朋友 也准备很多朋友 然后他才会来 对 看一个party啊 或者什么的 这种感觉是在晚上的时候 灯光照射在上面 那个水 潺潺流水声 在那 从那个水井桩上面流下来 是是是 耳湾的客户都有很多朋友 愿意捐 对 是的 这就是barbecue 对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两部分吧 他们上面有个counter 然后还有那个surface cover 这个counter呢 就是我跟他说的 天然的大理石石材 可能看一下他的纹理 就知道了 对 天然大理石石材呢 的优点就是 在高温的情况下 曝晒的情况下 它不会变形 不会变颜色 这是最主要的 可能造价会高一些 因为石材会更贵一些嘛 但是用出来的效果 耐久性 是一次投入 你是一生不会后悔的 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呢 是surface cover 对是legion stone sorry 这是legion stone legion stone也是天然食材 卡出来的每一条 我们中国好像在文化石吧 对 做出来的那个表面 然后颜色作为配合出来的感觉 比较大 从barbecue过来 可能 另一些朋友 走到这边 这个可能还放有两个那种 日光的那种椅子 然后慢慢的party开起来 西洋西洋 我们从前走过来 两步下去 这个就是spa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我最爱泡澡 对 这个对我也非常喜欢 再加上这个 这么漂亮的景色 下面都是牛油果林啊 非常棒 恒温的 那么什么时候就是 还可以用手机控制 就比如说我下班了 提前40分钟加热 然后就加热到家里面开始 然后呢 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设计比较独特啊 小心这个 这个设计比较独特 这个就是ZeroH 我跟大家介绍过的 对 无边泳池的设计 但是我把它用 对 把它用在了spa上 这个地方像一个水井一样 温油 留下来 这种感觉特别好 然后留下来呢 下面是一个水系 晚上的时候呢 灯光亮起的时候 那个灯是会变颜色的 对 灯的设计呢 叫做Baha Design Baha 就是Baha LED 对 Baha LED 感觉特别好 对 感觉特别好 这个是地板吗 这个不是地板 有很多朋友就问我 这个室外是不是能铺地板 其实他们看到就这种石材 这种石材呢叫木纹砖 其实它是人造石材的一种 是烧砖 就是绑造木头和地板的纹路做出来的 然后特别好 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边 这边 这是Customer Mate 就是定式定做的 是我们为业主量身定造的 根据这个景色 坐在一个火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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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套房子的这个室外景观我们看完了 那这样做下来的话 它这个面积大概多大 也有四五千吧 整个后庭院嘛 四千多只 那它这个前院加后院造价大概全部做下多少钱 这个造价相对于比较清明 整体下来加上加上植物加上我们看的所有的东西 BBQ 包括哪树吗 那个包破 所有的东西 硬脂软脂这些东西啊什么spa呀七七八八的加在一起 包工包料所有的所见即所得 是多少钱 大概是22万多一点 22万多一点 对对对 那这样算的话还是很很实惠我觉得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很多客户做的话光挖一个泳池做一个不大的院子花一个八万十万都是很正常 是是是是这个很正常的我们价格其实是很亲民的 然后我们的工程质量到设计其实都是大公司的现在的水准 是是是水准 但是价格的话我想说开现在在华人市场给大家一些实惠的东西 好的十分谢谢你今天带我们来看你的两个作品 有机会我们再要拍拍你其他的 如果有好看的带我们去拍一拍 没问题 没问题 谢谢 好了我们看完了Snow做的两个作品 对 第一个呢是正在施工的工地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旁边的这栋房子它是已经完工的 你有什么感受吗先说你吧因为每次看完房都是先问你 我觉得就是看工地跟看这个完工的肯定是就是有一个反差 效果不一样 反差太大了 就是你要是在工地告诉我那是个20万的工地的话 你会觉得不值对不对 我可能就不坐院子了 然后就不早了 撒点草子 但是过来看完这个完工的地方呢我觉得20万花的是值的 而且很多真的是很多地方就是质量好的这个后院的话 很多地方是花钱花在图里面的 没错没错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受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是先看的工地 因为看工地前我没有看效果图 所以你不知道啊你看工地脏脏的到处都是钢筋水泥 没错没错 会就觉得说哎怎么这个会20万 然后我们看完县城呢这个20万呢就会觉得说哦好漂亮 那下次我们录应该反观录先录一个成品再录一个工地 我觉得可以就是我们先展示一些效果图 对对对对 但是效果图呢很多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样录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先意后扬吧 对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呢今天其实我学到蛮多东西了 我也是 就像刚才在门口我想讲的就是我都不知道用天然的会更好 其实也没贵多少钱 是 然后我也不知道很多就是下水 草 我一直以为草里是不用做下水的 我一直以为草就是它会渗到土里去 然后我没想到说它也要做一些下水 其实包括我自己做完院子也好 我跟Snow聊完也好 我觉得说做院子是花的是真真正正是看不到的 但是你享受到的是真正可以体会到的 是的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做院子问题呢 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Snow 我会把他的RMA打在屏幕的下面 是的 如果大家有关于做院子的一些就是被坑了也好 还是你家院子做的特别好 对 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们 没错 如果你有很好的设计师 或者说你的施工团队特别好的话 你也可以交给我们 对吧 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挺好的 对没错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好的不好的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是 我们希望听取大家所有人的意见 对 那好吧 那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视频对您有一丢丢的帮助 请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没错没错 好我们下次见拜拜